我离开那晚 周氏安放了整整三小时的烟花 绚丽多彩 美轮美奂 引得无数行人驻足为官 感慨他对白念的用情至深 天啊 这得花多少钱啊 一般我都是劝分不劝合的 但姐妹 遇见周少就嫁了吧 这都第十次求婚了 滑翔、游轮、烟花 让我们期待周少下次的花火 周氏安对白念的偏爱整个护城人尽皆知 不仅曾为他驱车在暴雨夜从城南跑到城北 只为一碗不能外送的拉面 还孤身一人对抗整个家族 只因不愿接受包办婚姻 娶一个在乡下来的未婚妻 这段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 人人称颂 广为流传 唯有那罪恶的未婚妻始终没有露面 蒙着层神秘的面纱 很不幸 我就是那个未婚妻 我拖着行李箱 不自觉也跟着人群抬头望去 满天烟花璀璨如星 照亮天际 的确好看 我静静地欣赏了画 不再为周时安对白念的特殊感到艳羡 也不再觉得不甘 只是真心实意地觉得 这样就挺好的 手腕上取下玉镯的红痕还若隐若现 周爷爷为我戴上这镯子时我才十岁 那时他告诉我这是周家儿媳的象征 这些年身量拔高 取下来着实费了些功夫 好在 我终究是成功了 完好无损地把镯子还给了周家 也把自由换给了自己 我轻轻吐出口气 头也不回地近战减票 手机就在这时响了起来 周时安的兄弟语气不耐 黎愿 你怎么还没来 石安哥喝多了 你快接一下他 我笑了笑 平静道 我走了 你们叫别人吧 挂断电话 我脚步轻快地踏上回家的路 这十年 除了爸爸 我不欠任何人 火车摇晃 树影斑驳 我给嗡嗡作响的手机开了飞行模式 而后 靠在窗边假妹 昏昏沉沉间 我好像又梦到了过去 其实那些传闻没错 我的确是个乡下的姑娘 如果爸爸没有出事 或许我一辈子都不会来到护城 也不会和这些人有交集 那本应该是个寻常无比的暑假 爸爸前一天晚上还答应了我 要带我去镇上吃肯德基 可当我兴冲冲背着一箩筐野菜回家时 见到的却是默默流泪的奶奶和一屋子的陌生人 一股不祥的预感袭来 我浑浑噩噩地坐上车 被送到县里的医院 在那里 我看见了气弱尤斯的爸爸 他们说 爸爸是个大好人 路见不平 救了被仇人追杀的周爷爷 我扑上去握住爸爸的手 还没说话 痘大的泪就一颗颗的往下落 他被歹徒捅了几十刀 干皮剧烈 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 我极力去听 才勉强听见分毫 小 小愿 要和周诗安好好的 他睁着眼睛 不舍得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失声痛哭 奶奶也晕了过去 一片混乱中 周爷爷扶住我 亲手为我戴上一个翠绿玉镯 郑重道 离院 周家一定会好好对你 我不想走 也不想去什么周家 可奶奶告诉我 这是爸爸的遗愿 他希望我能过得好 一辈子无忧无虑 锦衣玉食 我们家小愿 值得天底下最好的一切 但我仍旧不愿 哽咽着问 去周家就能过得好吗 奶奶 我想不明白 奶奶叹息一声 像是说服我 又像是说服自己般低难 会的 一定会的 奶奶说 周家有爸爸为我选的未婚夫 肯定会好好对我 我又问他 什么是未婚夫 奶奶爱怜地俯着我的背 轻声道 就是会像奶奶爸爸一样爱你的 一辈子陪着你的人 这是爸爸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 小愿 你不要辜负她 我似懂非懂地看着奶奶 只觉得 她的眼底是说不出的哀伤 现在想来 爸爸和奶奶老实本分了一辈子 那是头一次为我耍了心计 他们困苦了太久太久 天真的认为 只要有人依靠 锦衣玉食 就一定能活得无忧无虑 无忧无虑 是他们对我最大的期许 周家来接我离开那天 我第一次见到了周世安 他穿着考究的小西服 一双皮鞋擦得闪闪发光 嫌弃地看着村里的泥巴露 即使皱着眉 也漂亮得像是个雌娃娃 这就是周世安吗 奶奶说的 会陪我一辈子的人 我盯着她看得出神 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粗声粗气道 麻烦惊 我没和她计较 因为直到此刻我才知道 奶奶不和我们一起走 她要留下来 守着爸爸 守着这个家 小月 你自己要好好的呀 奶奶是出了名的倔脾气 爸爸都宁不过她 黄论是十岁的我 我最后哭嚎着被她赛上车 而她转身回屋 身躯不停颤抖 却始终没有回头 路上 周世安被我哭得心烦 用小皮鞋轻轻踢了踢我 捧来满满一手糖 别扭又不耐道 喂 别哭了 我泪眼婆娑地望着她 浑浑噩噩地想 原来 奶奶和爸爸说得对 未婚夫真是个会对我好的人 就这样 我住进了周家 以周世安未婚妻的身份 周爷爷为我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将我公开介绍给所有人 宴会上 我拽着繁复庞大的裙摆 只觉得窘迫 我看过镜子里的自己 即使上了厚厚的一层白粉 仍然面黄金兽和这里格格不入 所有人都在若有若无地打量我 眼底满是审视和探究 内心不安到了极点 我本能想要去寻找可以依靠的 会对我好的未婚夫 周世安正为在一个穿公主裙的女孩身边 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 她和周世安一样白地发光 脖梗细腻修长 像书里说的高贵的白天鹅 我犹豫再三 还是上前对那女孩露出一个笑 你好 我叫黎怨 话音未落 那女孩突然重重推了我一把 像受了天大的委屈般吼道 滚了 你这个小偷 我爹坐在地 脚踝刺痛 茫然无措地看他哭着跑远 周世安看了我一眼 急匆匆追了出去 后来我才知道 他叫白面 是从小到大过家家时 周世安永恒不变的妻子 在我出现之前 所有长辈都默认他们将来会是一对 当晚 周世安推来一个三层高的小蛋糕 郑重地替白面道歉 黎怨 你别和念念计较 他平时性格很好的 这次 这次是误会才会对你动手 你不要记恨他 如果是现在的我 回到那时 一定会发现 周世安所谓的道歉 其实话里话外都在维护白念 就连那看着昂贵精致的蛋糕 也是他不走心的随口吩咐 所以蛋糕最顶端 插的才是男生喜欢的奥特曼 如果我能发现这些 说不定就不会对他 对周家心存妄念 可惜 十岁的我并不懂这些 只高兴地觉得 周世安买了好吃的来安慰我哄我开心 所以 哪怕我根本吃不完 也固执地把它藏在房间里好多天 直到他腐烂到根本无从下嘴 才依依不舍地把那个奥特曼擦干净 针儿种枝放在枕边 年少的我想 虽然周世安更在乎白念一些 但没关系 他始终是爸爸给我选的未婚夫 于是我一次次跟在他的身后 企图能得到他更多的关心 再后来 我长大了 渐渐明白 未婚夫只是一个身份 随时可以更换 并不像奶奶说的 会永远陪在我身边 但其实 这也没太大关系 因为爸爸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 要和周世安好好的 所以 哪怕被嫌弃庸俗吐气 被白念当成小偷 我都不在意 爸爸说过 要用真心换真心 我总是执拗地觉得 只要坚持下去 周世安总有一天会看见我的 那这次又是为了什么离开呢? 我问自己 循着记忆 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其实下定决心就在几个小时前 我给周世安送饭 意外撞见 他在第十次准备向白念求婚 我推门的手一顿 正要转身离开 却听见里面吵闹调笑的声音 石安哥 你这么搞 真不怕离院去老爷子那里闹啊 周世安吃笑一声 淡漠的嗓音隔着门缝传来 他才不会 你们都不知道 他多能忍辱负重 从来不在爷爷面前打小报告 有人问 一次都没有过 周世安笃定 一次都没有 所有人都惊讶了 纷纷夸他管教友方 周世安摆弄着一会要用的白玫瑰 魂不在意 什么呀? 他会忍而已 他爸用命换了笔这么划算的买卖 他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 再说 谁又知道当年的真相 那种地方出来的 一辈子都挣不到我们玩一天的钱 用命换女儿一辈子荣华富贵 多直当啊 哄笑声像是一饼饼笔手 轻而易举 穿透我的心脏 原来 他们一直是这样看我的 是这样看爸爸的 我忽然就觉得没意思透了 这些年来 我的坚持 爸爸的愿望 奶奶的期许 一切的一切 都像个笑话 于是我冲进去 在一众错愕的表情中 把饭盒狠狠砸在周世安身上 汤汤水水打湿他金贵的西装 我面无表情 冷冷盯着面色阴恼怒而薄红的周世安 你说的不对 因为我觉得 这比买卖根本一点都不划算 所以现在 我不想忍了 我打车回了周家 取下玉镯 又留下张早就准备好的 足够支付周爷爷这些年来抚养费用的银行卡 然后拖着行李箱 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车 亲爱的旅客朋友们 KXX列车即将到站 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我打开手机 准备出站 嗡嗡嗡 飞行模式关闭的一瞬间 屏幕上涌入一条条未接来电和消息 有管家的 有周世安的 有周世安兄弟的 还有周爷爷的 我顿了顿 拉黑周世安和其他所有人的号码 回拨了周爷爷的电话 电话几乎是立刻被接通 周爷爷仓老慈爱的声音响起 小月 你受委屈了 爷爷已经帮你教训过他了 你回来想打想骂都可以 别生气了 好吗 我鼻子一酸 在周家 周爷爷始终是真心待我的 甚至放话出去 如果周世安不娶我 就会失去继承人的身份 就算被周世安祈祷住院 都不肯退让半步 但 有些错误是时候该纠正了 长痛不如短痛 我叹了口气 斟酌着开口 爷爷 我不是赌气 那张银行卡是我早就准备好了的 这些年来 您对我的爱护 我都看在眼里 爸爸当年所谓的 遗愿 也不过是放不下我的病急乱投医 我长大了 您早就不欠我爸和我什么了 早点把事情说清楚 省得耽误大家时间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很久 我笑了笑 再见 爷爷 正准备挂断电话 那头却猛地传来周世安的声音 压抑的 愤怒的 颤抖的 离愿 别特么没事找事 你在哪 老子这就来找你 我没兴趣和他纠缠 和爷爷说了声抱歉后 直接挂了 火车转大巴 大巴又转变三轮 我盘腿坐在后车斗里 山间静谧凉爽 御意盎然 我望着田间高低起伏的层层倒浪 很快就将所有烦恼抛到脑后 奶奶见我一个人回来 脸上的担忧大于惊喜 往年我回来时周世安总会陪着我 是惯例 这次他不在 奶奶敏锐地意识到出事了 他愁愁着 不安地握住我的手 是不是在周家挨欺负了 小月你别怕 跟奶奶讲 奶奶拼上这把老骨头 也绝不会让他们坐见你 亲人间毫无保留的偏袒 让我鼻头一酸 我拉着奶奶坐下 省略了这些年来和周世安的纠缠 把自己的决定一五一十告诉了他 好 这样也好 我早看那姓周的不是个靠谱的 早点解了婚约也好 我家小院值得更好的 他喃喃自语 扭头又急忙翻出老花镜 对着泛黄的电话簿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 拜托老姐妹们帮我相看对象 我哭笑不得 奶奶 你这是干什么 他却很坚持 奶奶老了 赔不了你多久了 你以后一个人该怎么办啊 我理解奶奶 他青年丧父 中年失子 就连儿媳都因为难产去世 老天爷似乎总爱捉弄他 让他这大半生都在分离和痛苦中度过 他一个人过得艰辛 不想再让我过那样的苦日子了 我没有再劝 决定用实际行动 让他知道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 我翻新了院子 陪着奶奶试弄瓜果蔬菜 又把这些简程视频发到网上 摘野果 做果酱 酿米酒 打米糕 鲜花饼 豆腐乳 宁静的乡村生活 和慈祥和蔼的奶奶 一下就勾起了大家的向往 奶奶不敢相信 只是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 不仅能得到许多夸赞 还能赚钱 好几个晚上 我看见她戴着那副老花镜 一条一条翻阅那些夸赞她的评论 笑得眉眼弯弯 拍视频的第一个月 我陪她去银行取了钱 奶奶捧着那几张纸币 珍惜地数了一遍又一遍 从此她不再执着给我找个依靠 而是想自己成为我的依靠 六十五正式闯的年纪 我要努力挣钱 让小院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我哭笑不得 却也没有阻拦 对奶奶来说 被需要才是最重要的 下过秋来 我和奶奶在小院里过得惬意又舒适 奶奶能挣到钱了 小院在家里想躺平多久就躺平多久 哪怕她知道我大学时就跟着学姐风头炒股 存款够我们一起生活很久很久 依旧坚持 我私心不想让奶奶太辛苦 她却反过来说我是老古董 人老了就不能为自己的事业奋斗了吗? 我哑然失笑 约定好休息时间后便不再过多干涉 闲暇时 我会陪着奶奶在村里散步 这些年来外界发展日新月异 但村里除了楼房变多 泥巴路变成水泥外 好像和记忆里没什么变化 偶尔我们会路过村里的小学 小小的几间平房里孩子们正惊危坐 脸上满是对知识的渴望 我决定也为他们做些什么 这天 奶奶正对着手机 一脸严肃地教她的互联网孙女们怎么做辣椒酱 新鲜的红辣椒 洗净晾干 大蒜生姜去皮 切碎调味 加入适量的盐和白糖 搅拌均匀 炒制 再加白酒 冷却保存 奶奶耐心说着注意事项 生怕她嗷嗷逮捕的赛博孙女们翻车 我撑着头 含笑望着她 秋风俯过奶奶银白的鬓角 阳光洒在她身上 有种纯净平和的美好 不速之刻就在这时敲响了门 砰砰砰 敲门声又急又重 我推开门 错愕地撞进周诗安布满血丝的眼 他一把拽住我的手腕 语气不容置会 离院 跟我回家 周诗安是第二天 才发现离院留在桌上的鞋翼和手镯的 他宿醉刚醒 头痛欲裂 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随手把协议丢进垃圾桶里 就继续上楼补教了 他觉得离院虚伪又幼稚 居然学会了电视剧里欲擒故纵的那一套 谁不知道 爷爷偏爱他 死都不会同意解除婚约 想用这个来敲打自己 疯了吧 果然 原本在外度假的周爷爷不知从哪得到了消息 连夜就坐着飞机赶回来教训他 周诗安想起爷爷惯用的藤条 后知后觉地感到恐惧 他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联系离院 可电话不通 微信石沉大海 甚至自己被爷爷抽过一轮 提开肉站地跪在地上时 依然没有离院的消息 爷爷气得又抽了他一顿 就连周父周母前来求情都不管不顾 周诗安度过了极其煎熬的十个小时 谢天谢地 离院终于耍够性子 肯接电话 他竖起耳朵 想知道离院这次又提了什么要求 是要他和白念绝交 还是马上结婚坐实身份 结果都没有 离院语调平静地说他们这十年就是错误 现在该纠正了 爷爷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最后似惆怅似释然般叹口气 默许了 周诗安差点被他们气笑了 十四岁那年 离院从天而降 成了自己的未婚妻 从此他被爷爷勒令要关爱他 保护他 事事以他为先 爷爷只关心离家对自己的救命之恩 离院只知道眼巴巴趴在他身上所要安慰 没人在乎过他的意愿 没人知道他小小年纪就和乡下来的陌生人绑定一生的茫然 现在人家醒悟了 放手了释怀了 把他的人生和爱情搅和得一团乱后 抬抬屁股走人了 这算什么 又凭什么 周诗安只觉得一股无名怒火 陡然升起 快得他甚至来不及抓住心中一闪而逝的堵塞 他耿着脖子 对电话那头吼了起来 没有回应 只有爷爷拿起藤条 又给他抽了一顿 周爷爷下了狠手 周诗安当晚就发起高烧 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多月 期间得知离院离开的白念兴冲冲跑来 问他们什么时候能结婚 这些年 他们一直两情相悦 离院的存在是最大的阻碍 他们这些人的婚姻 如果得不到长辈的首肯 怎么闹都是一场空 所以 他才会一直拒绝周诗安的求婚 白念心疼地摸着周诗安血肉模糊的脊背 周爷爷也太狠心了吧 就算是救命恩人的女儿 你又做错了什么 好在那凡人精总算做了件好事 知道自己配不上你 主动解除了婚约 周诗安 本小姐答应你的求婚了 我们什么时候去领证 说好的 我要一场最豪华盛大的婚礼 你不准耍赖 周诗安突然不敢看白念充满期待的眼睛 转移话题 拜托 我的白大小姐 我这个样子 怎么结婚 你不能让我被抬着和你一起走红毯吧 再说 离院的性格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万一他反悔 又回来闹怎么办 白念认同了这个说法 那好吧 我就再等等 下午还有个聚会 你好好养伤 我先走了 他凑到周诗安唇边亲了亲 根本没注意到周诗安眼神的变化 对啊 离院肯定会反悔回来闹的 他从小到大就认定自己是他的未婚夫 一直黏着自己 这次肯定也不例外 煞时 周诗安这些天莫名的烦闷一扫而空 他想 如果离院肯回来 不管怎么说他都是爷爷认定的孙媳妇 那他就勉为其难道个歉 那天确实不该那样 说他爸爸 他只是一时嘴快 没想到会受这么多皮肉之苦 可周诗安等啊等 等到自己都能下地去酒吧蹦迪了 离院还是不肯回来 他甚至刷到了离奶奶的视频 看见屏幕里离院甜静的笑脸都失了神 他不明白爷爷都被气得不肯见他了 离院到底还在闹什么脾气 不回就不回呗 谁稀罕 周诗安有些不悦 每晚回家时却又忍不住朝沙发看去 从十岁起 离院总爱坐在那笑咪咪等他回家 又夜夜敲响房门 给他送上一杯安神的茶 直到和白念在风车花田里拥吻 脑海中浮现的却是离院那张倔强带泪的脸 周诗安惊觉自己好像搞砸了什么 原来他早在不知不觉中 可惜他把离院弄丢了 周诗安仓皇地推开白念 在他的咒骂声中转身离开 他要去把离院找回来 小院我错了 跟我回家好不好 周诗安死死攥住我的手腕 像逆亡之人紧紧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一阵烦躁郁闷 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来打扰我的生活 偏偏他力气极大 一时之间我根本无法挣脱 你还敢来欺负小院 滚 滚出我们家 下一秒 奶奶抄起墙角的条肘狠狠拍在周诗安脸上 一下又一下 带起的尘土呼了周诗安一脸 周诗安吃痛 下意识松开手往后退 我和奶奶趁机关上院门插好木栓 耳后惊魂未定地靠在一起平复呼吸 周诗安还在不停拍门 让我出去和他回家 如果是几个月前的 我听到周诗安刚刚那番话 估计会幸福倒掉眼泪 多年的追求终于得到回应 理应走向幸福的结局 可有些人有些是错过了 就是错过了 我报了警 以私闯民宅的名义 把他关了起来 周诗安直到被警察抓走时 都深情款款地望着我 没关系小悦 我知道你还在气我 总有一天你会看见我的真心 这次换我来追你 我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感到毛骨悚然 奶奶气得不轻 恨不得再扑上去给她两巴掌 我摇摇头拉着她回屋 小悦 我们要不要搬家呀 周家那老头子怎么管教后人的 不都说好两清了吗 怎么还没脸没皮来纠缠你 奶奶胸口剧烈起伏 眼眶也微微泛红 就算我没有明说 奶奶也知道我是在周家受了委屈 才决定回来 我俯着奶奶的背一下又一下替她顺气 没事的奶奶 我们做好自己的事 不用管她 我柔声安慰 脸去眸中的一片冰冷 当晚我借口去镇上有事 来派出所探望周世安 她看上去已经冷静许多 见我来了眼中划过惊喜 小悦你来了 回去我们就结婚 我再也不会和白念纠缠不清了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 可我才发现自己早就爱上你了 之前那些糊涂时都是 因为我不甘心 不甘心接受包办婚姻 也不愿意自己的人生被操控 但把你弄丢后 我才知道自己错得离谱 爷爷还在家里等你 你的房间东西我都留着 我们从头开始好吗? 隔着探望式的玻璃 我看着一脸稀迹的周世安感到头疼 周世安 奶奶是我最后的底线 不管你又想干什么 最好都不要碰她 这些年来 每次周世安在白念纳吃瘪 回来后总是变着法地折腾我 不是让我当众出丑 博白念一笑 就是假意靠近 然后在我心跳加速时 恶劣一笑 离愿 你不会真的信了 我会喜欢你吧? 我已经习惯了 忍让她的喜怒无常 但她如果 敢惹奶奶不开心 我绝对不会放过她 周世安看起来像是 被我的冷漠给伤害到了 离愿 如果我说这次是真的呢? 我平静地笑了笑 随便 别烦我就行 周世安被放出来后 在我家附近租院子住了下来 她每天雷打不动 来帮奶奶干农活 打扫院子 奶奶依旧很不待见她 但到底没做出 拿着扫帚打得她满院跑的举动 只是私下里偷偷和我嫌弃 剁柴火都没奶奶利索 真是没用 你不想和她在一块 是正确的选择 我正替奶奶洗着头发 文言笑意浅淡而平和 是啊 不过管她做什么 免费劳动力 不用白不用 那段日子 周世安整个人陷入一种热烈的幻想之中 十分的亢奋 好像只要她努力用心的弥补之前的那些错误 就一定能和我重归于好 携手走向光明的未来 为此 她做了许多之前没做过的事 比如在鸡棚里剪蛋 被大母鸡迎面扇了好几巴掌 又比如自告奋勇替李奶奶打扫猪圈 结果戴着五层厚口罩一脚跌进粪堆 但一向提气火爆 重度解体的周大少爷竟然一次都没发过火 只傻笑看着我 说总有一天她能学会这些 我不知道周世安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更没心思陪她玩什么破镜重圆 你追我赶的拉扯游戏 那段日子 我最新准备着支教教师的申请资料 想把从外面带回来的希望的火种 洒满家乡 树叶雕落 尘禄见多 即将入冬时 我终于办好所有的手续成为老家的支教教师 同时 也再次接到了周爷爷的电话 小院 你和时安 就真的没可能了吗 我抬头 看见窗外已经和乡村生活融为一体 正晖汗如雨帮奶奶的屯冬柴的周时安竖起了耳朵 爷爷 没必要了 周家人其实一直没能真正认识 或者说不在乎 离愿到底是怎样的人 真正的离愿 执拗 固执 所以才能因为爸爸的一句疑言 执拗的追逐周时安十年 所以才会说走就走 决定丢弃的东西永不回头 周爷爷叹息一声 好 那我就把这混小子抓回来 不让他再打扰你 谢谢爷爷 周时安被十几个保镖五花大榜帝带走 又在一个雨夜 伤痕累累地倒在院子门口 把企业的奶奶给吓了一大跳 周时安浑身滚烫 嘴里一直在呢喊喊着我的名字 奶奶到底于心不忍 叫我一起把她拖进了屋 暴雨倾盆 引发山体滑坡 已经不能下山 把她送去医院了 奶奶叫村里卫生院的大夫来给她掉了水 又开了些消炎化瘀的药 折腾大半夜 终于沉沉睡去 我给周时安上药 发现她背上满是新旧胶体的鞭痕 触目惊心 她猛地惊醒 看见是我后又放松下来 握住我的手笑道 离愿 我就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 我正开手 毫不留情戳破她的幻想 你死在这 我和奶奶会很麻烦 周时安脸上的笑意僵住 那双一贯漫不经心的眼睛瞬间漫上水雾 周时安哭了 眼泪一颗接一颗地打在床上 我第一次见她掉眼泪 很是稀奇 她悲伤地 费姐弟 恼怒地看着我 压抑不住地哽咽 离愿 你不是说最喜欢我吗 你就是这么喜欢我的吗 你根本就不懂你那时突然出现 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我当年才十四 莫名其妙就和一个陌生人绑定一辈子 你让我怎么办 指望我能做得有多好 周时安流着泪 死死盯着我 想要从那张冷若冰霜的脸上找出一丝我还爱她的证据 只要一点 只要一点点 她就能从其中汲取出无尽的勇气 可惜 从头到尾 我的眼神都毫无波澜 像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小丑 无尽的痛苦和悔恨淹没了周时安 她狼狈地转开视线 用手臂挡住眼睛 从喉咙里写出阵阵气声 为什么?你从前那么喜欢我?为什么就不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呢? 我平静地看着她 仿佛能透过她看见曾经固执的自己 周时安 眼泪是对爱人的武器 但很可惜 我真的 早就 不爱你了 远地不说 就在一年前 你会为我的眼泪心软吗? 因为不爱 所以不在乎不注意 所以你做什么都没关系 我放下要起身离开 合上门飞 听见身后传来周时安痛苦的哭声 我有些想笑 笑命运无偿反复 人总是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才让简单的爱变得缠绵翡测、扑朔迷离 笑完又叹了口气 为周时安的蛮横与难缠 不爱你是他把你的爱视作家所束缚 说你的爱卑劣轻易 沉重的让他喘不过气 但一旦他开始爱你 你就必须回馈他同等的更多的爱 我都认错了 悔改了醒悟了 你就不能回头看看我吗?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已经坏了的东西 耗费心神修好 又能用多久呢? 我本以为那晚大家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但第二天 周时安仍像个没事人一样和我打招呼 甚至还拖着残破的身体要帮奶奶去喂鸡 我打电话给周爷爷 告诉他周时安又跑了回来 电话那头周爷爷的声音像是突然老了几十岁 小院 爷爷老了 管不了他了 随他吧 我挂断电话 看着院子里一瘸一拐的周时安 突然也觉得心好累 我没再管周时安 抱起叫案离开了家 下山如碧绿树成荫 堂间荷花映日连夜满池 和今天要给孩子们上的课文荷花正相宜 我的心情突然又好了起来 管周时安干嘛 他爱就爱 恨就恨 他的死活与喜乐 与我合干 他既然不肯走 那就当家里多养了个不要钱的劳动力 用着便是 周时安赖在我们家的第一个月 白念找来了 那天我刚下班回家 隔老远就看见院子门口围了一群人 隐隐含有争吵的声音 白念砸了奶奶的院子 将奶奶费心伺候的瓜果蔬菜连根拔起 就连墙角的酸菜坛都砸得稀巴烂 很难想象这是个一向自诩优雅高贵的富家千金能干出来的事 他双眼通红 发丝凌乱 大骂我是插入别人感情的色 要我出来理论 你胡说 我家小院才不是你说的那样 我刚回家 周时安下午又去了镇上帮奶奶买东西 奶奶一个人在家就这么活生生被她气晕了 我大脑一片空白 颤抖地报了警 又叫了救护车 望着唇色惨白的奶奶 有一瞬间好像看见了十几年前奄奄一息的爸爸 直到卫生院的大夫赶来 说奶奶只是气急功心 不会危及生命 我才感觉自己恢复呼吸 又活了过来 白念也松了口气 忍不住讥讽道 你爸当年赖上周家 怎么 现在又想靠你奶奶赖上我们家 他 我毫不犹豫伸手打了他一巴掌 黎愿 你打我 他 我甩了甩发麻的右手 反手又给他来了一下 白念从未见过如此冰冷的我 气势一时落了下风 竟被我逼得不停后退 我冷眼看着白念 清楚地看见他眼睛里的惧怕和恨意 我觉得有些可笑 白念 这么多年 我其实一直想不明白 你到底在恨我什么呢? 恨我抢走你过家家的玩伴 还是恨我抢走你暗恋的竹马 又或是恨我抢走了你和周时安 那只存在于长辈口中的莫须有的婚约 成年后 你明明可以和周时安大大方方地站在周爷爷面前 说你们在一起了 可你没有 你只是躲在他身后 看他为你摆平一切 你在外面承认过你们在恋爱吗? 没有吧?既然如此 你不觉得你的恨恨没有道理吗? 我一步步把白念逼到墙角 他踩上碎裂的陶瓷片一个亮墙 崴了脚发出痛呼 我只看了一眼就收回视线 继续道 但却我有很多实在的理由可以恨你 恨你让人把我关在学校的厕所 直到第二天才放我出来 恨你故意把不会游泳的我推下海 和朋友们嬉笑着围观 恨你带着全班人孤立嘲笑我 最后轻飘飘说只是误会 我已经容忍你很多很多 所以白念 你最好不要动我奶奶 一无所有的乡下人 有一百种卑鄙的方法 生不如死 我满意地看着白念抖了抖 接着又实在费解地问 你怎么不恨周世安呢? 怎么不恨他摇摆不定? 在我们两个之间 摇得到一个又想着另一个 怎么不恨周爷爷莫名其妙认下婚约? 拆散你们这对天作之和 为什么只恨我呀白念? 是不敢吗? 白念愣愣盯着我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最后大叫着推开我 狼狈地离开 屋里屋里屋里 救护车终于赶到 我陪着奶奶上去 随后隔着层层人群 看见周世安惨白的脸 我确信 刚刚的话他一字不落全听见了 和村里大夫说的一样 奶奶没什么大碍 静养几天就好 白念因为寻衅滋事 毁坏个人财物被拘留 我再没见过周世安 他把院子收拾好后 带走了自己的行李 我松了口气 只盼着他终于想通 奶奶拍视频以来 几乎没怎么休息过 我正好借这个机会 带他出去玩了一圈 去看天安门广场前飘扬的国旗 看巍峨壮阔的泰山 镜头下 奶奶笑得幸福又满足 半个月后我们回了小院 我继续在乡村小学教书 奶奶在院子里研究美食 一切看起来和最初没什么变化 平淡 又温馨 老家多山 夏季多雨 偶尔会有山体滑坡山红等等风险 今年雨季结束得格外晚 村里和学校接到殉情 要提前带着村里人下山安置转移 我和奶奶早早收拾好了东西 和学校里其他老师一起带着学生离开 安全下山时 天空已经下起了小雨 闪电下 一只苍老的手猛地拉住我的衣袖 李老师 您看见郭家了吗? 郭家是我的学生 父母早逝 家里只有个半虾的爷爷 其实我不算是个善良的人 但在他身上总能看见自己小时候的影子 便和奶奶一起常常接迹 一来二去 我们便熟络起来 他今天不是请假了吗? 家家中午的时候说要去学校给老师们送些鸡蛋 我以为他跟着你们下来了 我心中一沉 知道郭家多半是和学校转移的队伍错过了 那他会不会跟着其他人下山 抱着一丝希望 我联系了所有其他队伍的负责人 都说没看见郭家的身影 我报了警 但之前连天下雨线程 往外的主路已经堵死 现在还在加班加点的疏通 大部分警力都在加固堤坝 防止短时间剧烈降雨溃堤 最快要到一个小时后才能赶来 我看向越发黑沉的天空 一个小时 暴雨就要下下来了 郭爷爷慌得六神无阻 不停颤抖着 怎么办怎么办啊 我的家家 我深吸口气 咬牙做了决定 趁现在还没下雨 开车去山上找人 郭家会去的地方只有两个 他家和学校 从县城到村里来回差不多一个小时 运气好的话完全能赶在与世变大前回来 我说了自己的打算 连忙扶起要跪下道谢的郭爷爷 不远处奶奶担忧地看着我 但一句阻拦的话都没说 他知道 我和爸爸一样都是勇敢的人 我简单收拾了些应急药品 以防万一 拿着钥匙就准备开车上山 拉开车门的那一刻 不知从哪出现的周时安抓住我 离院 我陪你去 盘山公路 蜿蜒曲折 风声呼啸 周时安开着车 突然半开玩笑似地问我 你说我们要是一起死在这里 算不算殉情 我瞥了他一眼 首先 没有情 第二 要死你死 周时安连忙呸呸呸了三声 有些挫败 开个玩笑而已 你别生气吗 我盯着前方不置可否 专心开车 富二代必备的飙车技能 让周时安把这辆小月夜开得炉火纯青 一路马力全开 提前五分钟 到了村里 很幸运 我们很快就在学校找到了落单的国家 被找到时小姑娘一脸茫然 手上还拎着一袋土鸡蛋 很不幸 天灾无情不讲道理 暴雨提前半小时落了下来 雨势汹汹 风彻雷行 极端天气下雨呱气聊胜于无 我们连路都看不太清 周时安收起最开始玩笑的神情 正色道 系好安全带抓稳了 凤凰山车神肯定能把你们安全带出去 我皱眉打断 别厉腐安 周时安紧急避过一棵倒塌的树 笑了笑 离愿 我就说你还是在意我的吧 我忍不住抱了粗 你爸的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要聊爱情了好吗 周时安老实了 安静了 不说话了 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老天爷以捉弄人为乐 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 雨越下越大 狂风把一堆破铜烂铁呼啦啦卷上天 树枝石头霹里啪啦往车上落 发出甚人的声响 周时安不断操作方向盘 躲避滚落的碎石 后座的郭家已经晕了过去 颠簸中我紧紧抓住车顶扶手 祈祷周时安的车技和这小破车的质量能给力一点 但更不幸的是紧接着出现 滚落的巨石混着泥土树枝 堵在了下山的必经之路上 轰隆隆 身后山上的碎石树木还在扑速速地往下落 我和周时安都清楚 真正的泥石流就要来了 必须尽快下山 巨石并没有将路完全堵死 两边还留着五六十厘米的空隙 这个时候 有经验的老司机多半会选择舍弃副驾 或是后排撞开巨石 为自己的逃生创造时机 但副驾是我 后排坐着郭家 周时安一咬牙 找准位置 蒙踩油门 用左车头狠狠撞了上去 砰 剧烈的撞击声被羽目吞没 我只觉得整个人连灵魂都在跟着震动 砰砰砰 周时安一下又一下撞着那些巨石 终于 一颗巨石咕噜噜滚了下去 路通了 周时安长舒口气 一股作气将车开下了山 去县城的路上 我们碰见了赶来救援的消防队 周时安如是重负停了车 侧过头对我笑道 黎愿 你看 我就说我能安全带你出来 我正忙着寒醒郭家 根本没注意到他苍白的脸 所以也没看见那巨石混着的泥土里竟有根一米长的钢筋 插入车门 从他的左小腿贯穿而过 直到我带着郭家准备下车时 才发现周时安没了动静 一扭头 才发现周时安血流如注 已经陷入昏迷 消防见这情况直接把我们拉去了县医院 被推进手术室前 周时安不知哪来的力气突然清醒拽住我 即使脸色惨白如指 眼睛却含着期望 离院 如果我能活着出来 你愿意再给我次机会吗? 我沉默下来 我不想骗你 但周时安 不要为了打翻的牛奶哭泣 我们都向前看吧 感激和感动不是爱 我分得清 周时安的眼神一点点地黯淡下去 嘴角却突然勾起 要不是被固定在病床上 我怀疑他下一秒就要捧腹大笑 哈哈 骗你的 其实我早就放下了 他笑着笑着又留下一行青泪 离院 你真的好狠心 我敷衍地嗡了几声 终于把他给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室门被彻底关上前 我听见他最后一道声音 他说 对不起 不幸中的万幸 那根钢筋完美避开了周时安的骨头和重要神经 手术非常成功 在奶奶爱心营养餐的高强度投胃下 不到三个月 他就活蹦乱跳地下了地 并胖了十斤 周时安清醒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捐钱修路 什么破路这么窄 给本少爷通通加厚加宽 暴雨过后 村里的屋子多少都有点损伤 可怜的水泥主路也是千疮百孔 周时安的钱宛若一场及时雨 让村里的乡亲们得以喘息 郭家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受了点惊 事后据小姑娘自己回忆 其实是周时安一路风驰电车 他太兴奋才昏了过去 他崇拜地看着病床上腿被包成粽子的周时安 非常爽快地封他为本地车神 周时安豪迈地挥挥手 决定资助郭家 接下来执道大学的一切费用 而我每天除了来医院陪陪周时安打游戏外 也和奶奶一起重建家园 天灾无情 但勇敢的人类生生不息 我们谁都没有再提那天手术是外面的事 他出院后缠着奶奶认了肝亲 又逼着我喊他哥 肆意嚣张 目中无人 和我记忆里的别无二致 奶奶虽然嘴上很嫌弃 有这么个魂不吝 还没力气的甘孙子 但也笑呵呵摸着他的脑袋 大气地送了他个十心足金偿命锁 今时不同往日 奶奶已经是个超富裕的小老太太了 蠢是蠢了点 好在也没那么坏 天灾过后的第六个月 周时安在周爷爷的催促下 终于决定离开 离开前他带走了整整两个行李箱的 奶奶做的鲜花饼 桂花米酒 柿子饼等等 把奶奶原本满满当当的院子洗劫一空 上高铁前 他问我要不要顺路一道 回去看看爷爷 我说下次吧 孩子们还等着我回去上课呢 周时安点点头挥挥手 给我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 支教期结束后 我开始环球旅游 想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 奶奶 奶奶已经无暇管我了 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奶奶永远都是小院最坚强的后盾 哎哎哎 这个镜头位置不对 你要给大家看蜂蜜刚从蜂巢里拿出来时的样子 他带着乡亲们都拍上了短视频 把村里的特产和绝活都推销了出去 村支书还号召其他几个村一起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农家乐 蔬果采摘 民宿等等 拔地而起 县里也派了人来帮大家宣传 夸大家都是当代新农人 这个曾经穷苦贫困的小乡村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 我跟着科考队在南极坐上破冰船的那晚 见到了绚丽的极光 它像是醋不断跳跃闪烁的彩色火焰 自然 真实 却又美得恍若仙境 我拜托同行的队员 给我拍了张照片 发了朋友圈 我说 往事暗沉不可追 来日之路光灿烂 真女人 绝不回头看爆炸 周时安在手术室里被药翻后 整个人掉入一场光怪陆离的梦境 他看见小小的离院背着书包 独自来到周家 珍惜地握着那个廉价的奥特曼入睡 他看见家里庸人笑话 他是农村来的乡八老 不知道还能在这个家里住多久 他看见白念私下里对他的那些欺凌 他看见自己总是恶劣地用他来讨好白念 反抗爷爷 他看见很多很多 周时安决定收回之前那句说离院狠心的话 因为离院经历了这么多 依然坚韧地 沉默地 宽容地接受命运的捉弄 他不恨白念 不恨周爷爷 更不恨自己 而是拼命向前跑 永不回头 周时安留下一滴离院不需要的眼泪 在这一刻决定放手 离院 向前跑吧 永远都别回头